最近巴基斯坦发布了一篇文章 我觉得很有意思 文章内容是西方对华话语陷阱进行更新 这篇文章被刊登在巴基斯坦新闻报上 原标题为中国传播政策能应对挑战吗 众所周知 美国为了对抗中国什么盘外招都敢用 尤其是通过话语陷阱抹黑和攻击中国 简单来说就是美国政府出钱 买通所谓的智库和非政府组织 通过媒体平台发布反华言论 这套言论现在美国人驾轻救赎 都形成一套完整的产业链了 但是传统的抹黑和攻击手段已经不好用了 美国人需要更新自己的话语陷阱版本 根据这篇文章的内容 美国主要是给自己的话语陷阱打了三个补丁 首先第一个补丁是关于消息媒介的补丁 过去美国抹黑中国的主要媒介还是传统媒体 包括网络 电视 报纸 杂志等等 但是随着短视频 社交平台和手机的出现 网络取代了过去几乎所有的传统媒体 成为全新的信息传递与交互平台 这里巴基斯坦作者举了个例子 美国人用于炮制抹黑中国的债务 外交陷阱一词 在传统媒体上没有多少人知道 但是在社交媒体平台上 转播速度可快得多了 0.52秒就被转播了19.9万次 然后第二个补丁是关于信息来源的补丁 过去中国比较信任海外专家 公共知识分子 经营人士 所谓的内部消息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公知 但伴随着中国教育水平的提高 民众独立思考能力的变强 最重要的是互联网交互平台打破了全球信息壁垒 过去公知炮制的谎言被一一揭穿 现在的民众不再相信所谓的公知言论和经营观点 反倒是刚愿意相信民间消息 于是美国现在放弃了换养公知 变成雇佣普通人炮制所谓的公民新闻 通过这种方式对中国进行抹黑 最后一个补丁是话术补丁 过去美国黑中国基本上是三件套 专制贫穷愚蠢 但这套话术已经完全不适用了 尤其是伴随着中国144小时免签政策 以及互联网短视频平台的兴起 基本上不可能有人相信这个老三套 所以美国开始搞新闻法 传统的刻板印象搞不定 那就搞情感煽动 毕竟人的感性总是要比理性更快一步 比如通过操纵数据和事实 煽动中国的政府和民间的对立 故意放大某些关于中国的负面消息 如果没有负面消息 就捏造假新闻制造骚论 美国这三招有用吗 有 但是只有一点 各位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问题 美国之所以要做出这些改变 主要是因为互联网短视频平台的兴起 高效的信息流通手段 再加上AI审核功能 这些都轻松打穿了一直以来美国制造的舆论壁垒 逼迫他们不得不做出改变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能做的就只有放大一部分对中国不利的现实 或者是炮制更加贴近现实的谎言 但这种行为能起到的只是一个拖延的作用 高效的网络传播体系迟早能还原事件真相 现在美国最好的办法不是耍阴谋 而是建设自己 而自己建设的比中国好 但很可惜对于资本的渴求 以及对压迫的依赖 让他们无法做出这样的选择